找我 回中堂 属下在北京有个红年知己 你倒是两不耽误啊 朝鲜虽为我大清蜀国 但日本人一直想染指 朝鲜要是出了事 那麻烦可就大了 我这就请旨让你再到朝鲜去 属下劫草闲环 你报中堂大人再造之恩 我不要你什么劫草闲环 只要你把朝鲜的事给我管好 不让日本人寻衅滋事 你就帮了我的大忙了 属下记住了 中堂大人 属下告退 中堂 我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不用说了 袁世凯还是能干的 我们用人论事还是取其大者 都说 李弘张大人是办实事的 张大人是做学问的 是这样的吗 这个问题很深啊 这么说吧 我华下的所有学问 一言一致 道数儿子而已 也可以说 内圣外亡 我吧 是道多一些 李弘张大人嘛 数多一些 如此而已 我的话有这么可笑吗 大人的话过于深刻 我恐怕他听不太懂 所以多加了点调料 假多了吧 我还是好奇 李弘张大人掌管北洋 总督大人您掌管南洋 这是一回事 但又好像不是一回事 他想问问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一般人总以为 北洋和南洋 李弘张与我张之洞 视同水谷 其实 半洋五 球自强 南北洋志同道合 当然了 李弘张办事 执重实力 而追求立竿见影 我呢 更多的关注世道人心 不该舍本求没 不过据我的对比观察 李弘张大人是说得少 干得多 甚至只干不说 而张之洞大人呢 是干得少 说得多 您是遇事必争 风气之先 而且能把世界潮流 讲得头头是道 但干事情 却很失败 我能不能这样理解 您是一个具有高尚理想的人 而李弘张大人 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 更胜于你 你们洋人说话 随不忠听 倒也直接了当 大人 他想请您留个影 这个嘛 李弘张大人更喜欢 本都没有兴趣 李弘张 待会儿让他去看看 我的汉阳铁厂 那才是中国第一 李弘张的北洋没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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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